中万学出山也拯救不了干家人的得票 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印尼大选的投票日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快速计算抽象计算都显示编号2的国防部长 和现任的总统左科的长子 领先其他两队候选人 不只是领先还获得了超过50%的得票 这表示不需要第二轮的总统大选 Rabuo和Gibran 已直接当选下任的总统和副总统 我们回看这个月初 因为看到三号候选人干家人的民调节节下滑 雅加达前华裔省长之前 因为被判亵渎伊斯兰教而入狱的中万学 突然出山为干家人拉票 自从出狱之后 中万学其实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甚至几乎没有谈过政治 只是安分守己的 做印尼国有公司巴达米纳的董事长 为了拯救干家人的票 希望他至少能进入第二轮的总统选举 他愿意辞去月收入数十亿印尼顿的国有公司巴达米纳董事长一职 上了电视节目网络播客举办谈话活动来为干家拉票 甚至还爆了一些斗争印尼民主党PVIP 还有左柯总统的料 也不忘为大家传达干家的优点和bravo 以及安逸斯的缺点 这个看似一场及时雨的举动 到最后原来也无法提升干家的得票 别说进入第二轮 就算是有第二轮干家人也进不了 因为目前显示的抽象计票 它是排在第三位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左柯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虽然他没有明显或者是直接说出支持bravo war 也没有帮bravo war竞选 但从他让长子Gibran做bravo war的副总统候选人 柚子该上突然当上小党印尼互助党PSI的主席 大家也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虽然Gibran的参选充满争议 因为特别为他修改了选举法 让不满40岁的他能够参选 裁定修这个法的宪法法院院长还是他的估障 虽然之后他估障因此是被免职了 但这个修法是成立的是有效的 之前印尼选举法规定总统或者是副总统候选人 必须满40岁之后被修改成了不满40岁 但是如果当过地方首长也可以参选正副总统 Gibran是现任的梭罗市长 虽然做还没到两年 但是根据最新修订的法 他就有符合资格参选副总统 有人支持Gibran的参选 有人指责他们不择手段 靠裙带关系 家族关系参选 执着科要建立他的政治王朝 这一切的一切在今天已经有了结果 超过半数的选民支持他 不建议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参选 中万学的出山也帮不了Gandjar多少忙 之前被视为是左科为2.0的Gandjar 在失去了左科的支持之后 必须先把总统梦放一边了 再次恭喜Brabuo和Gibran成为印尼下一届的总统和副总统 也希望我们印度尼西亚在两位的领导之下 能够走向更繁荣 更包容 更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未来 我是Andy秋列峰 感谢您的收看